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谈谈您的成长经历吧 比如您是在哪出生的呀 您的教育和职业背景呀 没问题 我在意大利出生来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佛罗伦萨位于意大利中部 我在那里度过了25年时间 我在那里读的大学 学的是经济学和人类学 在佛罗伦萨学习了四年 通过学习 我有机会开拓了思维视角 特别是关于世界上的 国家事务 比如人权问题 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水平 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完成大学学业时 老师说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这在意大利 似乎很普遍 所以我决定去澳大利亚 主要是因为我想学学英语 那时我不太会讲英语 在20年前的意大利教育体系下 我是学不到英语的 我想如果我不能讲这种国际语言 那我就会错过很多东西 所以我决定去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我做过多种不同的工作 在餐馆和农场 我通过旅行了解 我一生里想做什么 那您现在已经会说英语 还有意大利语 还有其他语言吗 意大利文是我的母语 英语吗 我会说 应当可以了 我也能听懂西班牙语 与意大利语很像 我还有机会在墨西哥和西班牙 待了几个月 工作还有度假 所以学得很随意 那您是怎么接触和开始练法轮功的呢 那是在澳大利亚的时候 我说过大学毕业后 我去了澳大利亚 应当说 对于精神修行 或者说是亚洲东方修炼吧 我并不感兴趣 我尝试过瑜伽 还有太极之类的 只是简单地尝试过几次 但并不是真的感兴趣 我当时在布里斯班市 散步的时候 看到有几个人 在街上摆了一张小桌子 他们在征求路人签署一份请愿书 关于人权的 针对仍然发生在中国的虐待行为 这是2006年的事 我看了请愿书说 我不了解这件事 这怎么可能呢 因为我学业的一部分是 专门研究全球人权问题的 于是我和一位中国人交谈 问他 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呢 我怎么知道这是真的呢 这个人说 你不知道是因为中国共产党 他们 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金钱 进行信息审查 并在西方进行宣传 所以你不知道中国的法轮功迫害 这不足为奇 我说那好就签了字 然后他说 你了解法轮功吗 是一种很好的修炼方法 很容易学会 而且是免费的 如果你想尝试的话 就在周末 一起过来 就在这里 我说好呀是呀 为什么不试试看呢 于是我就去了 那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公园 我去了那里大概三四次 然后我说 嗯 我不确定真想练 但是最后一次去那里时 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反应 感到很恶心 有一种很奇怪的骨头痛 还有头晕 我觉得不是太好 就想 这是怎么回事 有些担心 但是法轮功的一位当地修炼者 我估计 这人是协调这个练功点 和辅导其他修炼者的 他和我说 这应当是一个良性反应 应当是在净化 你的身体 他问我说 你读过书了吗 我说没有 我不知道还有书要读 他说其实这是好事 你有这样的反应是好事 这意味着练功在开始起作用 我还是有点担心 我说好吧 我先读读这些书 看看到底都说了什么 我回家后 就下载了法轮功中的一本书 叫做《法轮功》 这本书是一个引导 通常是给新来者和尝试练功的人们阅读的 有一个章节 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解释了练功的原理 末尾还有一个章节 是问答部分 从那时开始算 大概 花了一段时间大概几个月吧 才开始认真投入去练习法轮功 在这几个月里 可以说 过程是很有趣的 法轮功有很多书 但是练功的主要著作叫做《转法轮》 我读到那本书的时候 我的第一个理解是 这本书里面讲了很多道理 告诉人们怎样去做一个好人 做一个善良的人 对我来说 将这些付诸实践 花了我很长一段时间 我认为是因为 我从小到大 从一个孩子到一个青少年 有一些物质主义的观念 在这个现代社会中 接受和实践梳理的这些原则 是一种挑战 但是当我 真正开始这样做的时候 很多事情发生了改变 举个例子 我曾经膝盖很痛 有膝盖问题 不能跑步 也不能骑自行车 练功里面的一套功法叫进攻 要求做这个姿势时 我的膝盖是相当疼的 要求 盘腿打坐 对我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一开始 特别疼 所以我就得在腿下面的膝盖之间 垫上枕头 用绳子 把腿 绑在正确的位置上 当我开始 遵循书中的原则 并且开始放弃 并且开始放弃 那些负面的心态 负面的想法 我的身体也发生了变化 我可以说一个原则 很多人都承认的 很多人都承认的 就是 心态和身体是一致的 所以如果思维发生改变 如果你放下不好的思想 那么身体也会发生变化 我的膝盖就是这样 以前我必须注射药物 因为我很难真正地工作 渐渐地 我不再感到疼痛了 我可以 弹腿打坐了 可以舒适地练进攻 那您刚才说法轮功里的道理很吸引您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它和西方的宗教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西方的宗教也是告诉人做善良的人 说到这个我得说我在意大利 并没有真正尝试过追随一种宗教信仰 我的家人 在我小时候决定不让我接受宗教学校教育 接触宗教 我从未去过教堂 在八十年代的意大利 这是很不寻常的 仅自己和另一个孩子至少我记得是这样的 五十分之一吧 所以我没有过 宗教生活体验 宗教意味着周日要去教堂 参加仪式等等 那个时候我的心态有点负面 对宗教持负面看法 因为我认为在几个世纪的历史中 掌权的人们 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篡改和歪曲了耶稣的教义 我有这样的想法 西方人只能看到耶稣和他的门徒们 在森林里 不了解在做什么 主要是因为 在想到教堂时 只能看到宏伟的建筑 金字 奢华的服饰和许多仪式 必须以规定的方式着装 必须点蜡烛 早上必须做哪些事 不能吃某种食物 必须去特定的地点 这一切在法轮功中都没有 这是真实的 最初 非常吸引我的一点是 里面没有一个组织结构 也没有一个等级制度 法轮功中 没有不同的级别 十年前还是两个月前开始练都无所谓 我们都把自己当成是练工人 没有等级制度 我不知道你是一个管事的 还是主持还是神父 没有级别也没有角色 没有头衔 我发现这是真的 真的很感人 当然 有一位师父 如果 如我所说 李洪志师父 在中国开始传功法 然后传向全世界 但没有这种 在宗教中的那种组织结构 所以只是一种个人修炼 当然了 有件事对我非常受益 我们修炼法轮功的人 会聚在一起 用英语说就是分享 在修炼中 我们自己的体验 这么做 同样 并不是为了积攒信用 以便能提高地位 而是为了有益于他人 出发点是如果我分享自己的经历 和自己遇到的挑战 可以帮助其他人提高 原因是 在法轮功修炼中 最重要的是去掉执着 是一种情感 和对某些事物的执着 限制你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 这些东西有很多存在形式 比如 对我来说最开始的时候是吃的 对意大利人来讲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食物是非常重要的 好食物独特的食物 是非常必要的 也许是因为我在澳大利亚 但我清楚 我得放弃对某些观念的执着 比如我得这样喝咖啡 我必须这样吃一大利面 我必须这样吃比萨饼 肉必须这么胖 所以 吃的没那么重要 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 只要我能吃到食物 就没问题 这仅仅是一个举例 Yoga和练马尔文公 它们之间就是在身体的变化这方面 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我练过瑜伽 可能是两三次吧 但我觉得它真的很复杂 过于复杂 要做的太多了 可以说至少当时对我来说真的很无聊 你想那时我大概 二十三四岁的样子 还有西方国家男孩的那种唯物主义心态 至少在我这个地区是这样的 净修就是浪费时间 是不是 如果你从中得不到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也得不到 那有什么意义呢 主要的区别在于 法轮功对人有心性方面的要求 对道德品质的要求 这是修炼的关键 功法非常简单一学 一共有五套 更强调感悟 不需要记住太多东西 无需注意怎么呼吸 怎么进行意念活动正好相反 要求保持心境空灵 我在书中读到 有很多书出版 逐渐地我意识到 能够进入境的状态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的心态能保持清静 那是相当强大的 我真的改变了以前的想法 比如这一类的想法 你坐在那里闭着眼睛好像在浪费时间 啥也没干 但是实际上我认为这是在增强我保持专注 保持冷静的能力 因为在现代社会中 你会有很多压力 你将面临挑战会发生一些事情 没有过快的日子这回事 你得面对问题 得保持你心静的 稳定 这样才可以更好的 应对日常生活 我大部分在意大利的朋友就是这样想 当他们得知我开始练功 有点嘲笑我 问我你能得到啥呀 练功能得到啥 我认为练功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 而是为了让你放手一些东西 至少对我来说我放弃了 很多自私的想法 围绕自己的那些想法 我想赚钱 我想周游世界或者想吃好吃的 一旦我有能力去放弃 这些自我的想法 那么在处理日常问题时 就容易得多得多了 我听说练法轮功可以开发特异功能 有很多法轮功学员有超长的体验 您有这方面的体验吗 是的可以说有一次 我可以说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经历 我可以说是超长的 我认为 他们之所以 将某种状态或者体验 称为超长体验 我想是因为现代科学无法解释它们 在开始修炼法轮功之前 我对这种现象 感到有兴趣 而现代科学无法解释 不知如何对待这些事 在我练习法轮功之后 发生了一件事很多人都有过这种感觉 我练法轮功时遇到 有一种能量在身体周围流动的感觉 这是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 是一种很美好的感觉 你可以感受到能量循环 根据中华传统文化 对身体运行方式的理解 根据中医的理解是 人体是有脉络的 如果你不舒服 或者某地方有病 那么就是 那个地方的脉不通了 所以 练法轮功这样的功法 能打通脉络 修复能量通道 不仅仅是像我举例这样 你会感觉更好 那是非常真实的 你会感到更有活力更强壮 这是一个亮点 这是其中一点 然后我还对另一件事感兴趣 练习法轮功之前 有一些被称为特异功能的东西 比如 有第三只眼睛的存在 这类是 在法轮功的书籍里都有解释 我都很感兴趣 因为过去有很多故事说 人能看到 人能看到 远处的东西 比如发生在另一个地方的事情 或者发生在过去的事情 以及发生在未来的事情 在意大利也有这样的说法吗 有一些故事 特别是和尚们的故事 特别是和尚们的故事 他们可以 可以说是展示吧 特异功能 特殊的技能我不知道 但是肯定想看他们展示 他们能看到东西 或者能起空漂浮 其实在现今 有一些所谓的魔术师 他们表演 看起来好像在作秀 你可能说用了这种技巧 其实不是技巧 有些人是有功能的 没有其他解释 这是超常的东西 有一件事我可以分享一下 那是一次很强烈的体验 从我开始第一次练功 到我决定 要认真地练习法轮功 一直坚持下去 尽力遵循书籍中的要求去做 这个过程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发生了一件事 有一天 我在开车 我把车停下来 我得决定一下 是否要继续练法轮功还是不要 不能这样犹豫不决 是或者不是 我能从内心 感觉到 我想练 这是一个真正从内心里发出的答案 这不是假装的 而是发自内心的 就在这时 我看到天幕打开了 天神们向下俯瞰着我 他们好像在高兴地鼓掌 非常非常真实 非常真实 持续并不是很长 大概也许五秒钟吧 但毫无疑问是真的 我感到非常快乐 也非常温暖 看来这是对的 这就是应该做的事情 这确实是应该做的事情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 不仅是我 我的很多法轮功朋友 我认为他们也需要做出选择 你面临选择 你要修炼法轮功 你不练或者还有其他选择 你选择什么 这是一件 是要经过深思熟虑的 不是什么盲目的信仰 更需要理性的事情 而是需要源于个人的体验 对于我来说 在那几个月里 我遇到过很多不同的人 他们在做不同的事情 有练其他功法的 每次都是考验 我是应该跟这个人练呢 还是继续修炼法轮功呢 这种事有好几次 那次体验发生以后 我不知怎样才能表达明白 想象一下天幕在你眼前打开了 就像剧场里的幕一样慢慢打开 然后让你 看到背后的景象 那感觉是非常强烈的 打那以后我就 决定尽力 去遵照法轮功的教导去做了 真有意思 那您以前有去过中国吗 没有没有 没有 也许有一天会吧 愿您能有一天实现您这个愿望 感谢您今天花很多时间 跟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 谢谢 谢谢 马可现在住在纽约 还学会了中国舞龙 另外他也是一位美食家 工作之余还有自己的美食频道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他的频道 欣赏意大利美食 他的频道连接我放在下面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